透过童军学习身体力行克服挑战 也让青少年来培养团结助人的品格 三五童军节新竹县市表扬了118位领导人员和优秀童军 还设计了18道的关卡 有客与猜谜穿板鞋等 让童军们玩中学来自我成长 改编黑桃A的创意口号 还有超过30人的整齐呐喊 新竹县童军们展现响亮精神 在湖口浩克文创园区庆祝三五童军节 童军守折应该都会背的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做人做事的标准 只要你招了这样子做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 未来都有希望 包含你自己都有可能会很难 那今天在会上来表扬了我们基优的童军的同学 那也表扬了我们穆章 获得的我们的相关的 获得肯定的学生也为自己学到技能 敢于身体力行感到骄傲 我们家里有一半像是童军 然后他们大家都觉得 你当了童军以后用了什么东西 你头脑里面会有很多知识 像工程绳截啊 还有一些 搭那个战车炮塔之类的 就有可能会用在军事上的活动 或者是假如家里的塞一绳断掉了 至少可以用绳子 用绳节去把它截起来 以前就是都不敢 就是请别人做什么事 然后加入童军之后 因为有时候当小队长 就是很多要领导人家的事情 就是有学到这个技能 加童军一年里面 就是经历很多不同的营队嘛 然后就是有收获很多不同的 然后因为就是 蛮开心可以到优秀童军的 以客家童军为主题 设计18道关卡 有穿板鞋 打神节 还有说客语猜谜 客家舞蹈等 童军们团队合作 玩中学 自我成长 也传扬客家文化